在西游这个庞大的神魔宇宙中 法力高强的神仙有很多 但要是给各位先佛大佬排的作词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且争议性很大 毕竟他们之间没有互相较量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道法修为划分高低 因为在神话世界中 道法修为越高 往往也就代表着实力越强 下面我们就根据各自的道法修为 排列出西游记中的法力前史 首先声明一点 这份排名并不包含风神演义中的人物 比如原始天尊领宝天尊等大罗金仙 虽然他们的道法也极为高强 但在西游记中仅仅出现过名字 并没有实际出场过 包括万佛之祖兰登古佛也是如此 所以那些辽风神演义的请绕开 本次排名只统计西游记中有道法表现且明确出场的人物 第十观音菩萨 观音是如来作下的大弟子 也是西天取经团队中的主要策划者 在西游仙佛中 他的登场域最高 出手次数也最多 只要孙悟空碰上厉害的妖怪 大多都会找他帮忙 而他仅靠一个紧箍咒就能牢牢约束住孙悟空 取经路上 他还给孙悟空三根救命毫毛 让他在危急时刻使用 这些都是其道法修为高深的体现 另外 他手中的玉镜瓶是西游众多法宝之中顶级的存在 曾救活让镇元大仙束手无策的人身古术 尽管孙悟空最终成了佛 但论其修行还是要差观音许多 第九 宜山老母 她是太古时期就得到的女仙 与女娲同辈 其法力自然不言而异 在四圣室禅心一会 她化身为文殊普贤观音之母 让这三大菩萨尊称她为妈妈 虽然没有明确展现过法力 但仅凭此举就足以说明其道行之身 已经超过了观音本 第八 提兰婆菩萨 提兰婆菩萨是某日新观的母亲 她住在紫云山的千花洞 平常以道姑打扮出现 被称为千花洞中佛 法力无边道行极深 西游记第七十三回 唐僧猪八戒和沙僧被白眼魔君捉住 中了无公毒 孙悟空前去解救 最终却败下阵来 危急时刻 忽然来个女人指点孙悟空前去找皮兰婆菩萨 而这个女人原来就是与女娲娘娘同一辈分的离山老母 可是在指点孙悟空的时候 离山老母却嘱咐孙悟空不要向皮兰婆菩萨说出自己的名字 并表示那皮兰婆菩萨的性格很古怪 从离山老母的这番举动中可以看出 皮兰婆是她非常忌惮的人 而她所忌惮的点极有可能就是皮兰婆的高身修为 后来皮兰婆仅仅用一根银针就破了无公经的白眼绝招 随后又挥手解了唐僧师徒的毒 其实力可见一本 第七 太乙救苦天尊 太乙救苦天尊又称东籍清华大帝 在神话世界中 位于三清之下的先人为四帝 而四帝的道法修为是仅次于玉皇大帝的 太乙救苦天尊就是其中一本 他与南极长生大帝并列为玉皇大帝的左右侍头 共同辅佐玉帝 以及天庭秩序的维持 在西游记中 太乙救苦天尊没有实力展现 但他的座齐九龄元胜却能够一招秒杀孙悟空 纵观西游戒中的妖精 能够不靠法宝一招打败孙悟空的恐怕也就只有他了 而座齐尚且这么厉害 更何况主人呢 第六 镇元大仙 镇元大仙是帝先之祖 其地位在西游记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原著中说他平生只供奉天地 与三清四帝平起平坐 九要元臣以及福禄寿三星等都是他的晚辈 因此他的圣号叫做与世同军 孙悟空一行人来到武装观时 清风明月说道 我家师父受原始天尊邀请 上天往尼罗宫中听讲混员道普去了 能得到大罗先宗原始天尊的认可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镇元子的道法修为很高 至于他的法力水平 曾用秀里乾坤一招生情孙悟空师徒两次 可以说具有秒杀孙悟空的能力 而纵观西游记各路先佛 能够不靠法宝 一招直接降服孙悟空的屈之可水 就连观音菩萨都未必能做到 所以这个镇元大仙的法力水平也是极其卓越的 但他的法力修为也有一定的局限 比如在捉住孙悟空后 他命令清风明月用皮鞭抽 用油锅炸 可结果全无用处 还屡次被孙悟空使用变化之术逃脱 这就说明他只有擒住孙悟空的本事 但擒住后却不能把孙悟空怎么样 另外 他还无法识破孙悟空的72点 当孙悟空用四根柳树枝变成师徒四人时 他竟没有识破这是假身 只一股脑的让清风明月用皮鞭往上面抽了半天 而这一点就不如有慧眼的尼勒佛和如来 所以镇元大仙只能屈居第六 第五 尼勒佛 尼勒佛又称未来佛 是西天三大宝之一 也是如来佛祖的接班人 然等古佛掌管过去 如来掌管现在 他掌管未来 在西游记中 尼勒佛仅出手过一次 就是黄梅大王下界为妖 射下小雷因寺抓了唐僧使 当时孙悟空请来的天兵天将都斗不过他 即使撇下人种带和金牢这两件法宝 孙悟空也占他不下 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竟只是弥勒佛面前私信敲木锤的一个童子 而当弥勒佛下凡亲自降服他时 孙悟空即刻表现出来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这就足以说明弥勒佛的实力之强 仅次于如来 第四 如来佛祖 如来是西天的最高统治者 法力无边 修有杖略精深 作为群佛之士 如来的实力无需再多延 可以说三界之中无论是多厉害的妖怪 只要他一出手必然搞定 要知道菩提老祖用十年时间 才交出了一个神通广大 无限能敌的孙悟空 而如来佛祖仅用一个巴掌 便轻松镇压了他五百年 不过论地位和修行 玉帝还是要压他一头 这一点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如来面对玉帝的言行举措中可以看出 当时他自称为老僧 对玉帝三界至尊的身份极为敬重 这说明其综合道行还是要差玉帝一点 所以这里只能屈居第四 第三玉皇大帝 受八六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 很多人都以为玉帝很弱 没有什么反例 然而实际上 玉帝被孙悟空打得钻到桌子下 这种桥段在原著中是没有 在西游记小说中 玉帝拥有着至尊无上的地位 三界之中 他是唯一的玄天上大天尊高上帝 地位远在四玉之上 当初孙悟空大闹天宫 如来就狠狠教育过孙悟空 作为一个出世的小毛猴 怎么有资格与玉帝相比 按照如来所说 玉帝总共经历了1750节 每节129600银 才修成了此无极大道 可见玉帝的道行之身 其法力自然也是无与伦比 大家还记不记得孙悟空 奉先俊求语一回 玉帝设下米山面山金锁三大关键 结果孙悟空带着猪八戒 费了好大一波剧 也没能把米面吃完 把金锁弄断 而也正是这一遭 让孙悟空彻底明白了 玉帝的权威不可侵犯 孙悟空的所作所的 还没有完全触碰他的容忍底线 所以他没必要以三界之主的身份 去对付一个小猴子 不然将会是将为打击 第二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是公认的道教师子 他在道教中的资历 还要压玉帝皇大帝一头 虽说玉帝皇大帝是三界之主宰 但在太上老君面前 也要让他三分 在西游记中 太上老君从孙悟空大闹天宫 到西天取经都有出场 而大家最为熟悉的可能 就是他的至上法宝金刚镯 据说这是他当年过航关防身用的镯子 水火不欺能克万物 这件法宝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史 如来佛祖生平唯一一次吃过的大亏 就是对付这个金刚镯 孙悟空大战青牛金一回 他明知道青牛金的底细 但却不敢告诉孙悟空 最后愣是让十八罗汉 带着十八颗金丹沙 去找青牛金送装备 这就说明如来对太上老君是忌惮的 所以就顺手送个人情 而法宝的强大与否 正是体现了主人的法力修为水 至于太上老君的法力到底有多高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只能用身不可测来行为 第一 续菩提祖师 很多人都说菩提祖师是如来的化身 关于他的真实身份 这里我们不做探讨 只评价他的道法修为 那么菩提祖师的道法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作者有两句暂时是这样写 不生不灭三三行 以天同寿庄严体 一个不生不灭再加上一个与天同寿 这两项乃为福道修行的至高境界 而能达到这种境界 无疑是仙佛中的天花板基品 作者的设定 菩提祖师既精通道家的法术 又掌握佛家的神通 而且还融合了自己的东西 对此书中还有一句暂时说道 空计自然随变化 真如本性认为之 意思就是说 菩提祖师在道法修为上 能够做到随心变化任意为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 菩提祖师的法力道衡 已经是盖天地而压两教的存在 要知道孙悟空只是跟他学了一点皮毛 便具备了大闹天宫的本事 如果把所有本领都学会 恐怕如来佛祖也难以将他制服 此外 菩提祖师还能洞悉天机预测未来 在孙悟空还没有学成之时 他就料到了孙悟空以后会闯下大火 所以警告孙悟空 不要向外界透露出自己的心理 菩提祖师虽然在小说中没有出水 但他的这种低调而又超然的态度 让人不禁感到一种莫名的强大 我认为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 神秘而又实力深不可测 神秘而又实力深不可测 神秘而又实力深不可测